九月来了 假如你是皇后 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长白头发了 你会是什么反应 看着宫里其他长得像花锅嘴一样的嫔妃 你来不来气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后宫大佬发现自己长白头发的第一反应是啥 No.1 慈禧大佬 咳咳 这是养生老哥儿慈禧普普通通的一天 初而给老佛爷梳头发时 偶然发现了一粒白头发 哎呀 干净藏起来这种是闹不好要掉脑袋的 他藏头发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 如此处世不惊 一看就是经常干这种事了 然而精灵的慈禧还是发现了 他只是轻轻的来了一句 有白头发了 淳儿回答 没有 找了半天都没找着 能在慈禧身边混的人果然都是舔狗达人呀 这嘴跟占的蜜似的 哄得慈禧发现白头发都没有动怒 想想也都六十岁的人了 有白头发也是人之常情 看来慈禧也是有普通人的一面呢 No.2 怡修皇后 甄嬛传的笑面虎担当怡修呢 在卸妆的时候 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白头发 哎呀 又有一根白头发了 自己把自己白头发薅下来的皇后可不多呀 大家注意此时旁边剪秋的表情 她瞪向了梳头丫鬟 内心OS在骂她 臭丫头怎么干的活儿 皇后娘娘有白头发你咋不藏好呢 但怡修并没有生气 到了这个年纪 连白头发都hold不住 还怎么hold住那些 长得像花姑嘴一样的嫔妃们呢 No.3 挥发那拉式皇后 来到延禧攻略 这是丰和日丽的一天 最爱照镜子的皇后正在照镜子 哦糟糕 一缕白头发赶紧藏起来 拿出来 娘娘 干嘛藏起来 怕本宫不开心吗 没想到挥发那拉式还挺想得开 展望这么多年 自己当皇后的经历 都是自己一把食一把尿 把后宫管理的井井有条 长起根白头发也是正常 比起啥事都不干的令贵妃 自己可真是操心命呢 此刻她头上的白头发 就跟她的工作证明一样 居然 还有些喜欢她呢 No.4 如飞 又是一天卸妆时间 什么事 没什么 哈哈 为啥 为啥这个侍女发现白头发 就跟发现地雷一样震惊呢 当她把那根白头发交给如飞 如飞盯着她 也像盯着地雷一样的错愕 好像这东西完全不属于自己一样 马上照镜子 看看本宫真的人老猪黄了吗 之后如飞走到哪里都忘不掉自己的白头发 就算看见一旁开的正宴的花 都忍不住要掐掉它们 哼 老娘的花骨盾败了 你们也休想开起来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咯 下期再见 9月专注于研究宫廷剧 喜欢我的宝宝 关注我吧